欢迎 欢迎 看看我们是如何掃描的 把手机放置在ScanBox的手机固定位置中 在固定前 请确保镜头和闪光灯都干净 并且可以通过ScanBox的管道口见到 拿起管型张口器 并牢固地插入ScanBox的管道口 当管子正确连接时 你会听到卡锁的声音 应用程式会帮你调整ScanBox的位置 确保管道在屏幕中央 开始了 将管型张口器放入嘴巴 先放一边 再放另一边 一只手握住张口器的管道 另一只手握住ScanBox 屏幕上看到的牙齿模型 会实时跟随你的动作移动 在掃描过程中 我们想要拍到嘴巴里的每个角落 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亮点 移动管型张口器 并尝试掃描每个亮点 当你掃描两侧的亮点时 可以将头向相反的方向转动 当听到咬牙的指示时 你可以吞烟 并将舌头抵住上额 以确保你的后牙处于正确的位置 当听到微微张嘴的指示时 我们需要看到上下排牙齿之间的2cm quick缝 我们的程式会指引你保持正确的咬合距离 我们还要通过上下掃描 来拍摄上下排牙齿的咬合面 只有需要拍摄的那边牙齿留在管内 用嘴唇固定着管型张口器 并倾斜ScanBox 你也可以稍微倾斜头部来帮助你 完成所有步骤后 拿下管型张口器 请你花点时间检查你的掃描 再发给医生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轮到你试试了 一触摇满 一触摇满 差点检查你的掃描 ! 5